透过担任志工,也让退休后的妈妈们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以歌声带来温暖,现场的志工妈妈们轮流上台演唱 而台下的长辈们的心也都暖了起来 能够为大家付出,当志工是很不容易的 传递爱与善良的人量,是目前社会当中最需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走出家庭 带给大家的欢乐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做家庭主妇的事情 那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给我们,我们非常开心 然后出来把欢乐带给人家 然后自己现在还可以唱嘛 就把这个歌声再带给大家欢乐,这个是很好的事 我本来都在家不出来唱歌 结果我大姐说,你要出来唱给大家听 你现在还可以唱就要赶快出来唱 不然以后老了就不能唱了 我说好,那我就出来 然后我觉得我们经常参加什么艺演啊 公演啊什么的 我觉得蛮好的,蛮不错的 我们的规模,我们的华夏 近一两年,我们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我们加进来的那个团员 很多,最近加进来很优秀 很多很优秀的组员 蛮好的,大家都像姐妹一样玩在一起很开心 在长辈们热情的回应下 各位志工们都使出浑身结束 更加卖力的演出 台上台下都用热情的呼应那段光荣的岁月 除了歌曲演唱之外 华丽的舞群也带来精彩的表演 给长辈们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史方新闻,郭一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